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這樣講你聽得懂嗎 一點點 一點點啊 很棒很棒很棒 那叫做法義 不是國語 我們這樣講的叫做法義 也叫做北京義 因為我們都七十年來 我們都去受到不健康的教育 和錯誤的歷史 所以我們都說要講國語 那我們可能經過昨天 跟今天一系列這樣子 我相信大家對我們整個法理 對我們的歷史 應該或多或少會有一些概念 那今天這堂課講師是我 在這邊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吳 口天吳 鳴謝會故的名 鴻圖大 鴻圖大展的鴻 江鳥鴻 啊不然 也是身體重 的詞書 因為用台語 來念詞書 好像 比較不會出錯啦 為什麼呢 台語是不是叫詞書 知道的詞 事情的詞 那如果用成 華語的話 北京話的話 是不是叫什麼 無知識 我們怎麼捲舌 我們不習慣捲舌 你念起來變什麼 變無知識 其實都一樣 那只是一個稱呼而已 一個稱呼而已 我們這堂課的題目 就是 快樂 法理革命 那在這裡 開始之前 先請教各位 吃飽嗎 吃飽沒有 吃飽了齁 那吃飽了就會怎麼樣 想睡覺 沒關係齁 如果真的 真的累的話 那就 不要勉強自己 就不要勉強自己 那通常 因為我本身 又 學識不好 然後又 才書學淺 那本身對整個 我們國際法理齁 認識也很淺薄 不過我會盡我所能 然後 來讓各位 將我所知道的 來 跟各位 互相交流 分享 那 有比較不清楚的 還是聽得不清楚的 我們可以 事地下 我們來探討 或是說 我們還把 白雷工師 或秘書長 可以 再跟他們 請教 那這裡 我要請教各位 為什麼要革命 我們所了解 自國以來 為什麼要結明 是為了要推翻前朝 那不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政府 還是說 有可能這個國家 的領土者 以前叫做法庭 因為做了 無關是 不好啦 科增報稅啦 還是 魚肉百姓啊 讓我們生活過了 怎麼 不好 我們就怎麼 在這裡想要結明 以前的結明都要怎麼 要寫什麼 語氣 決別書 有沒有 我們以前都有打過嘛 林居民的嘛 依應 親親如霧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有需要這樣 沒有需要嘛 所以說怎麼 現在我們就是 借到國際的法理 要讓我們的 國際地位 怎麼樣 政上法 因為我們的國際地位 是讓什麼人 打不去的 就是現在的 這個政府嘛 在要說到這裡之前 我想要來 和大家 分享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 如何跟台灣民政府 結緣的 我先談談我的例子 這樣好不好 有可能 我們來自於 四面八方 有可能 你們看到 網路來的 有可能是 親自朋友跟你們介紹的 或是說 我真的對我們 台灣這個土地 有很多的責任 希望說 我們台灣的未來 驚驚順順 可以過得真好 的就是 所以說 我們來得怎麼樣 台灣民政府 來接受到 國際法理的怎麼樣 不會用 我本身是在做 醫療工作的人 在那七八年前 我現在回來 在土城 我在台北 在那工作 在那做十幾年 我 在那實際的 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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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財政 都有 有 尤其 也接到 這裡 王政府的一些 部長 這些 立委 這些 議員 所以說 在那裡 我會看這麼多 也會了解這麼多 我請教各位 在座 沒有健保卡的 請他手 沒有健保卡的 你就算了 你一定沒有 這位童心 你為什麼沒有健保卡 你沒有證 等於可能就是 拿外國籍 住美國 喔 住美國 好好好 你現在是拿綠卡還是拿公民 拿公民 拿公民 喔 拿公民 好好 稍後 我們就拿這個來做禮 這樣好嗎 教室教室 你要講中文 因為國語的 你會做 我覺得你這樣就OK 你這樣就換來換去 你這樣就拿公民 他說OK 他說換來換去 OK OK啦 沒關係啦 你如果覺得哪一句 聽不懂 馬上舉手 我馬上可以翻成 不管這個都可以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堂課 我們就盡量比較用這種 輕鬆的 但是比較太放肆 的方式 來闡述 因為本來我就很喜歡講故事 因為本來對法理不懂的人 硬是要我講法理 壓力就很大 那你知道 人一產生壓力 我們的免疫系統 在生死分鐘以內下降 抵抗力就下降 就會生病 對 我不喜歡 因為我們未來我們台灣的好理很好 所以 我們要 過了快樂 吃了營養 讓我們未來 都可以吃百里 還會彭化 還會嚇死 還會縮成你 這就是我們未來 我的願望 也希望說 我們台海都可以這樣 我為什麼要講到 憲報的問題 當然是 憲報有很多問題 我們不可以說 除了兩位 國外的朋友 國外的同心 我們 不去論之外 相信 在座各位 都有 都持有健保卡 那我請教各位 你們有沒有在交健保費 有沒有 沒有 舉手 有啦 我就不願叫啦 這都拉撒政府 我就還沒有要對抗 不敢叫的 也有這種人 那麼 畢竟怎麼樣 台本都是怎麼樣 奉公守法 大部分都會繳對不對 那我請教各位 中國人 美其民 叫做榮民 他們有沒有繳盡保費 沒有 為什麼 我們看病要錢 他們看病 不用錢 我們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我 我們後面這個林志明同心 他目前應該是桃園駿的嘛對不對 我在桃園駿 那時候我當駿守的時候 我有推薦一對兄弟 一開始是他們大兄 我的反駕 來的時候我們跟他們說 說 反正你走不去 就把你撿嘟嘟 就放影片給他看 你走不去 你就一定要看你知道嗎 你怎麼去看到什麼 你撿撿在那裡 你不可能不會走 就看看看 一開始大家都一樣 可能看了就覺得說 不可能 或怎麼樣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我認為跟你講一次了 你沒有太大興致 我就不會再直接跟你講 你來的時候我就把你丟旁邊 我就說別人會聽你知道嗎 聽到有一陣子 他覺得說 我來試試看好了 說到這樣 真的 因為他應該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其實是感同身受 為什麼 我來講這些事情 他後來就主動說 喂 我來上課看看 他想要來 我當然好啊 去看看啊 我跟你說 他好像 今天是拜老對不對 他掌上一夜 今天上到阿波而已 我跟你說 他就抓狂了 阿波就跟他媽媽說 老婆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來台灣民政府上課 這個法理是真的 街頭上到禮拜 回去之後 他說全眉不睡一 喔 這樣 在部分耶 他說全眉不睡一 那種對他們感覺 感受喔 很強烈 為什麼 他跟他弟弟都 在高雄 眷村長大 他們還不是那種 所謂的中國人子弟喔 他們真是本土的人 他們說 他們那個 貫村裡面 全部分都是 都是中國人嘛 他們說 他們 每個月 每個月喔 兩次 或者甚至 幾次不等 都會有 軍用卡車 那 軍用的卡車 就載什麼 不是 補給品 不是 補給品 怎麼可以說補給 拜託 他是農民耶 雖然是招樓來 不過 他是農民 都說什麼 補給品 柴米油鹽醬醋茶 什麼西蘭骨頭 幾乎都有 可是唯獨沒有的是誰 都他們兩個 他們是說 沒有本到他們 可是在他們 心靈當中 是不是會得到 會怎麼樣 對 那就是怎樣 沒有公平嘛 對不對 啊你看喔 除了這個之外喔 你起來想啦 我們大家來想 我合理的懷疑 他們兄弟 一定從小孩 去修理得大 有可能嗎 對不對 幾乘頭 全部都 他們這些中國人 這些中國人 這些中國人 對啊 他們是 他們是小孩 對不對 一定去修理 嘛 你在我們的地方 修理我們 人 這次不用 轉型正義 不用講嗎 對不對 對啊 因為 我之前在那時候 還沒接受到 大民進會的時候 很有質疑 因為你看到很多 不公不義的事情嘛 很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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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是高中老師 退休下來 就有一天 去在長庚 去檢查身體 長庚有做一個 類似養老院 整個都很好吃 很漂亮啊 環境很優美啊 他回來就不知道 神經去卡住 還是怎樣 就說好 我家要賣掉 我做什麼 我賣到那間 就對了 他說 一個月 要四五萬 甚至說 比較好 環境比較好 我就說 阿姨阿 不猜你這樣 你這樣 終身奉 你倒台後不對 你如果做難民 他的後生 我跟你說 你現在吃樓 去住 農民之家 那也很漂亮 一千五千都不用開 這個公不公平 他們看病不用錢耶 生活上有補給品耶 對不對 吃樓之後 怎麼 江會有一條歌 叫做 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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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媳婦 怕你 幽號的時候 就要去住 養老院 你看 他們這些樓去住養老院 就要怎麼 不用錢 你看喔 我們就要怎麼 紅 紅 一國四五萬耶 沒有 你再去住 養中心耶 現在更離譜 以前是沒有現在 他有一些 退休下來 那些十八% 退休 還比 怎麼 在籍的時候 領得更多 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在中國 中國大廚 有一個叫做 將軍村 都什麼人 就是我們以前 這個 國民政府 這退休下來 這個 這個老爺 以前還有規定耶 你要領終身奉 可以 只能夠再怎麼樣 台灣 生活 後來不知道 反正 政府 立法他們 都能自己的人 後來 立法 七龍八龍 現在 他們可以 去 回到 中國 沒有啦 平台市後來 他們要去的地方 他們回到 可能回到 故鄉 他們中國 那裡有一個地方 就他們這裡 退休 過去的 集中管理 你看喔 他們以前都 抓十幾 十幾歲 有可能就抓到 抓到 來做兵 他們在那邊 那裡 走路到台灣 好 不過 昨天 situ 一個 不然 然後 集中 數九年的時候 隨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二十歲來到這裡對不對 現在平均壽命大概七十歲八十歲嘛對不對 就說吃到七十歲 七十歲之後 他就領終身奉嘛 對不對 像說落葉歸根嘛 中國人的孫頌就是這樣 落葉歸根 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之後 去做什麼 去帶一個怎樣 他有氣的 他有氣的你聽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是啦 你比這個就是跟我一樣 你會下象棋嗎 君 輸 唱 記 買 跑 滋 這叫做滋 還買去就是我 叫做 滋 開玩笑的啦 我知道你聽不懂 Just kidding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在 娶一個年紀很輕的 的老婆 有氣的 就二十幾歲 我們統稱有氣的 對齁 像 別說前面這排這麼醜 不是 就是有氣的 你看喔 二十多歲 你看喔 平均說明一樣嘛 這七十歲就好了 你知道 萬一有一天 假設他七十多歲的時候 娶一個二十八歲的 年紀那麼大了 再娶那麼年輕的 是不是很快就會再見 對 那個老不修嘛 老不修為之賊 老不修就要四點 你知道嗎 沒多久就聾了 聾了之後齁 他們這個優氣的齁 又可以再領什麼 半身 對 有半身 他們來這裡齁 到底有開過的 一塊清智 沒有一塊清智這樣齁 我們要娶什麼 娶什麼 娶一百年 我們真的是為奴為婢 不過我們怎麼 不會很清楚 因為你說什麼 這叫做理所動人 公平嗎 我請教各位 有客家 客家 這邊有客家人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齁 以目前齁 台灣齁 大概兩千 將近四百萬人 除了 閩南人 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本土的台灣人 是不是人口佔得多 對不對 這個人口佔得多 再接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什麼人 客家人 以這個比例來講 以這個比例來講齁 可是你知道嗎 你可知道一年齁 我們的立法人 佔給客委會 佔多少給我們做經費 幾乎 佔四分之以上的這些族群喔 我們的整個這個政府 佔五億 什麼那麼多 你知道 你知道 退府會啊 你知道 一年編列 預算多少 你說五億再多對不對 你可知道 退府會 一年變多少 不然 沒有人家 沒有人家刪掉喔 哪有可能三億 再來 三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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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億捏 嗯 拜託耶 你立不成 你立不成 欸 在那 國外很多 沒有未來 他們是要用什麼給我們賠 國民黨很多黨產都在國外 那是 滾六條 又滾六條 包含在夏威夷 在美國 很多耶 不然這些 到時候我們怎麼如何 申請他做整個 傷害我們的賠償 你看 三百億捏 包含我們現在 現在 我請教各位 你們現在在家 你們在煮飯 生生褲 還在乘茶的雅手 有沒有 沒有嘛 幾乎都是用 要嘛天然瓦斯 要嘛就 統裝瓦斯嘛對不對 你知道 這些瓦斯公司 是誰在掌權 退府會 對 我跟你講 一些這些好康的 都掌握在他們手上 早期 他們在一九四九年 撤退 一開始是分配占領的時候 來 做一些 接受日軍投降的時候 這就說到一些歷史了 他們過來跟我們這裡 他們就覺得 台灣是一個樂土 台灣對他們來講 不是寶島 是一個樂土 為什麼 因為過來之後 一個 看過火車的人 可以去做什麼 火車站的站長 對啊 你一個完全不懂的人 就好像以前啊 你知道 為什麼我現在英文那麼爛 就是我們以前的一個英文老師 就是一個中國人 你看看 中國人他們的聲音很重 他們這種腔調很重 這是一本書 英文怎麼講 這是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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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怎麼講 英文怎麼講 對 對 你怎麼怎麼講 這是一本書 你們都知道嘛 台灣的甘蔗是全世界 製糖業全世界有名的嘛 一個沒有見過甘蔗的人 可以去糖廠當什麼 當廠長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還有 偏遠加急喔 一個在 湯匙做二十年 做三十年的 或是在 火車頭 做二十年 做三十年的 這個圓工 他的薪水 還對不到這個中國人喔 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你可不可以知道 早期喔 所有的公務人員 以及主管 沒有我們本土的人 完全沒有我們本土台灣人喔 完全沒有我們本土台灣人喔 這個公平正義何在 那不是我們本土台灣人都不認識 那不是這樣 之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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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同心 我們跟美國外面說 喔 這支手機不錯 因為 聲音很大聲 我一隻都有聽到 那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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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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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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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因為怎麼說呢 要尊重演講者 尤其是像我這種 受用不好 疼到這種 就上到我的油脂 油脂就在賣了 上到油脂 上到油脂 灰氣就拿起來 血壓就會升高 脖子就會僵硬 對啊 五十幾歲還會生氣 也不簡單 五十歲 這幾歲說就對了 真的一樣 但是齁 人家替你做弟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 寶刀威勞 潮到地你就知道了 這個是題外話 這是題外話齁 組合在那裡 在整個 這個一二十年的整個 工作的歷程當中 我們看到 很多怎麼 進步公平的事情 沒有公平跟正義可言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對我們台灣的下一代 感到憂心忡忡 我在台北 有一個好朋友 他叫小三 不是我的小三喔 欸 拜託 不要告訴我 我解釋清楚耶 欸 這個 在台灣民政府齁 我們兩個東西一定不能碰喔 錢 跟異性 你交往要很清楚喔 這個說得清楚 我那個朋友 他是男朋友的 叫小三 最近喔 有一個片 應該是 應該是電影 應該是 那個 叫做小戰 片名叫小戰啦 那個男主角 你看看 那是我的好朋友 那個 那個農民大的 那體型很好 他 他的 他是 兼職當模特兒 有兼職在拍戲 他的正月齁 他的正職啊 他是在開 pop 我跟你說 他在跟我說 他說 有意思 你只要在台北街頭 看到 穿垮褲 走路 7顆8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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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彎下去 那個屁股就露出來 他說 幾乎都有吸毒 而且齁 針對毒品來講 如果你能夠拿到 最等級的 比如說 Cocaine 骨科鹼 嘿嘿嘿 一看就知道有吸過 嘿 那個一級毒品齁 因為量少 所以對身體的傷害 當然吸毒都不對啦 我是說 比較起來的話 以年輕人 他們能夠接觸到的是什麼 最刺激 最低級的 安非他命 甚至現在怎麼樣 最流行什麼 K他命 你知道 這兩種東西 直接 是迫害我們的什麼 染色體 直接傷害到我們的腦細胞喔 而且 像很多 吸食K他命 到後來會怎麼樣 膀胱 纖維化 所以你吸食K他命 大概經過一陣子之後 你就要開始怎麼樣 穿什麼 成人子尿褲 因為你 那個逼尿肌齁齁 你沒辦法產生作用 我稍微談一下這個生理結構啦 當 整個血液 到腎臟的時候 然後 經過腎臟的過濾 一些有 一些雜質啊 重金屬啊 沉澱下來之後 就變成什麼 尿褲 經過輸尿管 到哪邊集中 膀胱 那 膀胱 整個 他的尿褲一直滴滴滴滴滴 怎麼像水這樣摸 有沒有 摸到一個程度之後 會刺激到大腦 然後 就所謂有個叫 B尿肌 讓你產生尿液 可是你想想看喔 當有一天 你的膀胱 的整個肌肉啊 都纖維化 都蓋化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頂褲褲 所以說 你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送不起來 就跟漏斗一樣喔 你進去了 就直接流出來 進去了 就直接流出來 所以 你要不要穿 沈沈子尿褲 要 你看 一個十二歲 二十二歲 就開始這樣 請沈沈子尿褲 你說 未來的日子他怎麼辦 你說未來的日子怎麼辦 他可以再找個 好的對象嫁嗎 有誰可以接受那種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毒品的氾濫 對經過我們台灣的社會 對我們的未來 因為現在 已經整個台灣的社會 已經產生什麼你知道嗎 叫新的 叫四不一沒有 不是那個李靈委說的四不一沒有 我們現在說什麼 沒想要結婚 沒結婚就不會怎樣 就不會洗 你沒結婚要怎麼洗 對不對 沒洗就怎樣 沒錢嘛 再來喔 假想說現在 環境是不是不好 所以說什麼 阻塞的事情 越來越多 就是這四不啊 啊什麼叫沒有 我要請教在座各位 你 未來接受到我們台灣民進府進行 你感覺對你的未來 有感覺 真有希望 真有環境 請拿手 我再講一次喔 還沒有接觸到台灣民進府的時候 還沒有接觸到台灣民進府進行 你感覺對你的未來 有感覺真有未來 真有願望的請拿手 來 講看看 你如何對你們未來 有那麼大的憧憬跟希望 好可以啊 喔這個有宗教信仰 這是另一回事喔 那兩位呢 是 因為 民進府是照一種發育的 所以 是是是 謝謝 所以說你也聽不到 我來講的意思 說 還沒接受到台灣民進府的時候 其實你和我一樣 其實 我還沒接受到台灣民進府進行 我一直想要移民啦 我一直想要移民啦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環境 越來越糟糕 甚至之前喔 我一直在講 台灣民進府如果不趕快執政 歌喉案會怎麼樣 越來越多 捷運的怎麼樣 那種恐怖殺人事件 會越來越多 有沒有 沒有 之前 把一個 因為他 找不到 還是 無管理找到 還是 無認真找到 就去把一個 國小的男童怎麼樣 歌喉 有沒有 那前幾年啊 這貪男的事情而已啊 人家 你不覺得那個小男生是很可憐 很無辜嗎 他死前喔 要接受 多大的恐懼 你知道這個 頸動脈喔 我們供給腦部的 那個血管啊 動脈主要有四條 兩條頸動脈 跟兩條椎動脈 在脊椎裡面 因為 這個東西只要一割斷 加上整個心臟Bump的壓力 大概整個 不要一分鐘喔 你大概血液就 大概噴完了 我跟你說 不小心你回家自己掛一下看看 掛了 我告訴你 你會做 從它轉到天花板去 當然是 這個小男生 你不要回家做真的喔 那你知道嗎 當整個人的血液 開始沒有的時候 身體會怎麼樣 當然會 會死啦 會死之前的身 有什麼感覺 冷 會很冷 然後你看 他又把氣管割斷 各位知道 有沒有看過電視上上吊 有沒有看過人家上吊 可能沒看到啦 不過 電視上電影上都有在做嘛 有沒有去想過 上吊就很簡單 我就手這樣拉 放開去就好了 有沒有想過 你看之前那個誰不是 那有一個 一個 肉蛋靈心 不知道誰的女朋友 後來 好像也是弄巧成佐 不得不得不得 去找一個 不得也撞掉了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樣一掛之後 他為什麼不要自己手去拉就好 因為當瞬間整個脊椎拉開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的 從 脖子以下 完全癱瘓掉 你無知覺 你甚至想要動一下 都沒辦法 可是 當你整個氣管被壓迫的時候 你的肺部喔 你可以像肺在相同一樣 因為沒有空氣進去嘛 不相信的 我們現在開始試試看 連著都不要呼吸 你在看你的肺部怎麼樣 你開始那個 會一直熱 一直灼熱 然後一直沒有空氣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想辦法要吸到空氣對不對 所以只能夠怎麼樣 把舌頭怎麼樣 一直往來吐 所以你說 吊倒戲的 都吹氣了 吐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死之前 他必須要怎麼樣 想辦法讓空氣進來 所以他在死之前呢 他承受肺部像火在燒一樣 所以你看這些小男生 這些小女生 他被割緊 他被割喉 他必須 他必須承受那種 身體的冷 肺部的火燒 以及怎麼樣 死亡前那種 極大的恐懼 結果這兩個到現在有剷衣嗎 我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 如果沒有關鍵執政 這種事情要怎麼 越來越多 因為他們都怎麼說 在台灣我就帶一個 帶兩個 還不會剷衣 還不會死刑 還有這些廢死檸檬 對不對 動不動就要廢除死刑 當然有可能有很多是 冤死 但是問題是出在法官啊 但並不代表死刑是 至少它是一種 有一種怎麼樣 嚇阻的作用啊 你沒台沒節 你去人家胎雕 那個都是罪證確鑿耶 你因為這樣 人家一個家庭破水 你看這樣症結 我一直懷疑說 他是中國人啦 因為台灣人很少 給我那兩個人嘛 對不對 沒台沒錢 沒錢沒錢 我在 一人上面看錯 後來台 我在一人上面睡 後來台 那不是死得很麻煩耶 那這種人到現在 你看 還沒有 還沒有槍斃耶 我們再來談一下 有什麼我會很鬱鬱耶 前一陣子 對整個 我們整個台灣百姓 身體傷害最大的是什麼問題 死安 對不對 從這些 大同的什麼 綿子油 綿子油啊 綿子油吃下去 他會把我們 男人的精蟲啊 全部殺掉 你說這個 惡不惡劣 惡劣啊 我不結婚 我不生氣 還是我的事啊 不過你不能用那個 不好 臥子油 那種傷害我 身體油來給我吃 那是不對的啊 緊接著什麼 地溝油 之前那些毒奶粉 就算了啦 最近 魏鷹蔥什麼油 飼料油 用飼料油給你吃耶 用飼料 來煎油 給你吃 那不把我們人做什麼 情勢 以前那都調到GMP對不對 有沒有 GMP 品質保證 結果你們知道 GMP是誰負責的 魏鷹蔥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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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保證 那就是魏鷹蔥啊 啊現在 事情 拍攝了對不對 啊這個GMP不行 他們還改一個名稱喔 叫什麼 財團法人 食品安全 測 簡稱實測會啦 所以說財團法人 食品安全 測進協會 簡稱實測會 之前 發生 這個 飼料油 鬧得滿層風雨的時候 很多人家鮮利廠商 群起踏伐 甘味 和脂質 結果他現在 又用一個實測會 然後這些廠商 又進來了 你知道實測會 一個很重要的 作用是什麼嗎 他可以承攬 衛福部 做一些食品 一系列的 檢查 啊你看喔 你知道嗎 這個黨署長是什麼人 實測會的董事長 哈哈 偽隱蔥 你認為說這個政府 真的還可以讓他繼續下去 他把我們 台灣老闆 動作什麼 一個對我們人體最愛 那麼重的人 你沒有他 沒他打桌 就參與之後 你又把他放出來 還給他掌握 那麼大的整個權限 你說我們要不要革命 我們要不要革命 當然要啊 可是我們需不需要動刀動槍 訴諸武力 訴諸暴力 不用 我們只要訴諸什麼 法理 我們在那兩千空人而已 第一次 就告美國了 告什麼 很怕 違反人權 他過於違反人民 Na 一直到今年2月28 我們第二次控告美國 再加告什麼 中華民國 等一下我會提證據 我會提證據 給各位看 在我 一直剛才有很多事情 包含我在 在整個服務 我們百姓的時候 我都跟很多患者在聊天 當然會談到這些有關於社會的亂象 這些政治的議題 我跟你說 大家幾乎都是異口同聲 感到什麼 無奈 都知道啊 知道這個政府不好啊 阿免爭 都沒辦法啊 不管你選國民黨也好 選民進黨也好 都是怎麼樣 都是中華民國的體財 你英文怎麼樣 改變不了 各位 生活在寶島 生活在台灣的 這一塊土地上的 我們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同心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都生活在很潛藏的 很巨大的危機底下 我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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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 跟各位說 你們就了解 台灣 它的地形很特殊 在這麼小的一塊地方喔 超過四千公尺的高山 超過一百座 所以行程 我們台灣是一個什麼地方 多雨 可是呢 缺水 這很奇怪耶 河很多 不過為什麼 為什麼還缺水 為什麼 三四 水 所以水下去 一下子就什麼 就直接出海了 再加上 過度的抽取什麼 地下水 所以導致我們地層怎麼樣 下陷 再加上怎麼樣 土壤異化喔 我們現在 全台灣兩千 三百幾百人 將近兩千四百萬 對不對 光是台北市 幾近多少人 各位知道台北市幾近多少人嗎 整個大台北地區啊 八百萬 那你看 前幾年的什麼五都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把它變略成直轄市嘛 各位 你知道這產生什麼問題嗎 城鄉的差距怎麼樣 越來越大 這裡有住高雄的 請客手 好來請放下 謝謝 你看喔 以前 我如果住高雄 我住鳳山 以前是不是叫鳳山市 結果現在呢 變鳳山區 就變什麼 變鄉下喔 為什麼 因為核心在哪裡 在高雄市啊 所以我住在鳳山 我領的家籍 我領的薪水 是跟高雄市一樣喔 可是當我的五都 一成立之後 我馬上挨一劫 這就是城鄉差距 我們剛才說到喔 整個斷層帶是經過怎麼樣 心力計畫區喔 再加上台北市一個盆地 又是怎麼樣 土壤異化 假設有一天 產生六級的地震 近前911 台北幾幾 四級呢 四級就多多少啊 我跟你說 只要 有六級的地震 因為土壤異化的關係 我跟你說 台北市 會可能會升級到七級多八級 你知道 不要說八級啦 你知道 那時候911 在七點多 頂南投就產生多大的 你有去看過嗎 因為那時候911隔天我就馬上去 那京本那時候廢墟 那死成一樣耶 那個樓這樣 整個這樣耶 你看 台北市只要發生這種六級以上的地震 那個房屋倒塌 不是說一棟兩棟喔 可能是幾十萬棟 我是舉例啦 之前 不是 921 921 921 我跟你說 你們這人剛才在聽而已 你們怎麼會 要給我提醒啊 我是條件這樣問 我條件說得不對 這幾個事件是會後 對啦 921啦 921大地震嘛 就那個時候啊 啊你看喔 如果在那個時候翻版成在什麼 你不要用這麼浮昧的眼神看著我 這樣喔 要台東 哈哈哈哈 沒有開玩笑的啦 你看喔 而且你看 大屯火山區 是修火山 還是死火山 還是火火山 火火山喔 對啊 他到現在還在無緣耶 他到現在無緣耶 啊你看喔 而且 合一合二都在哪裡 是不是就在那個萬里 對不對 你看 只要一地震 會不會影響到 那你看 在那麼強大的整個劇烈震動之下 萬一真的那天發生了 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解決 可不可以 可以解決 怎麼解決 這有待我們塔安民政府 怎麼解決 很簡單啊 縮小沉香殺去嘛 你也不要那麼多人 不要那麼多人 給他集中到台北市啊 我 但前提是什麼 你要保障 牽走的這些百姓 能夠怎麼樣 有工作 有飯吃 能夠怎麼樣 安居樂業 沒有 沒有我就是 在床 我就是床 床床 床床床不下去 我不是要來台北市 那不是這樣 啊你現在你不能叫我 幫他牽走啊 那牽走我要吃什麼 吃土嗎 啊再來 國安部是不是很多土地 對不對 直接徵收國安部土地就好了嘛 今天咱 目前齁 新竹洲 底下 有九個郡 其中已經成立的 成立 辦事處的 有八個郡 只剩一個 叫三宿郡 沒有成立辦事處 那我們固定禮拜三 禮拜六 會在 三峽 就一個特區啊 台北大學 那個特區齁 在那個地方做法理的宣傳 啊我又覺得說 那個地方整個都好 規劃了就非常好 啊我就開玩笑啊 我就說齁 這個地方 之前齁 就有很多人在開港 也說 未來齁 我們的官邸 要用別裝啊 創三火這樣啊 我說不通 因為別裝齁 目標太明顯 出來要被暗殺啊 機會很大 齁 那我就去挑喔 我就去挑在台北大學齁 齁 那都轉大樓嘛 啊警衛都 保全都很好 啊反正車從地下道進去 去哪一戶你也不知道 我們有個童心 是在那邊賣房子的 我就跟他問他說 欸 哪一棟齁 用房鎮 你知道 地震它有分兩種情形 你知道 一個是上下對不對 一個是左右 各位 鋼骨結構 它是可以避免怎麼樣 左右搖晃 鋼骨的結構喔 你左右搖都沒關係喔 可是不能怎麼樣 上下就不動了 上下的話就要什麼 鋼金水泥 鐵金的啊 所以我就說齁 我去找一間 要來做官邸的 所以你們開始 開始要砍去找了耶 不過你們現在找 動作要快一點啦齁 可能接下來的高級班 職前訓練 法律點招 職務點招 慢慢一系列的訓練 那我們就會有 開始要安排 編排職務 那當然我們已經有編排了嘛 我去找一間齁 又是鋼骨 然後又是怎麼樣 鋼金水泥的 所以說齁 不管要左右也好 上下也好 怎樣 都比較危險 我們現在已經 7點50了 那我們來休息10分鐘 那我們8點 繼續來上課 好不好 還是繼續講 我講到9點 幹嘛呢 真的就用 要不要上廁所 那10分鐘好了啦 我們就8點齁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就先回家 再次請問我們 到了 我們就好 我們就好 一會兒 我們就好 那一會兒 我們就好 我們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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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我們沒有一個 環境 這句話叫做什麼 有夢 最漂亮 有夢最美 可是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夢 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挑戰什麼 不可能的未來 讓我們的未來 有夢 有希望 這就是我的心境 因為 一直長期間 看到這些 不好的事情 這些 不公平 不正義的事情 讓我覺得 很鬱 我相信說 這也是很多 我們本好台灣人 會心想 甚至我帶我的孩子 感覺 天 煩惱 有什麼 他只說 台灣民政府 如果繼續 還沒有接種下去 台灣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未來我們的後一代 我們的下下一代 會不會 會不會去當台勞 一定會喔 我們還有願意 把我們的心上的一塊肉 把他割下來 然後把他送到 那麼遠的地方去 然後 他們的生死 他們的身體 能照顧不到 我相信 我們都沒有愛 所以說 在長期的這種 感覺對這個政府 對這個社會 感覺失望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只能夠 激情在佛法上 去念佛啦 學佛啦 去祈祥啦 就好像我們剛剛這位同心講的 因為他有神 就是宗教信仰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就玩吉普車 去看山 看水 看海 因為台灣 真的是一個 很漂亮的地方 只是 因為 人為 因為人禍 讓他的美麗風華不再 讓他的美麗風華不再 有一天 我有一個好朋友 因為他現在是 高雄州鳳山郡的郡守 叫楊淑秀 讓他非常優秀 當然是他先來上課 上課之後 他就跟我說 欸 美麗我告訴你 你有沒有聽到台灣民進府嗎 這樣 要說到這個 在 在 今年年初 我之前邦局有一個家 因為我知道 大民進府在要執政 要執政 我們房地產 會崩盤 所以我就在 今年年初 就趕緊 把家裡 先賣掉 不知道啦 這不可以說 秘密 你看 之前房子在那 我也要租人 因為租人 是 很麻煩 還說 我就把他擺在那邊 幾幾個月回去看一下 幾個月回去看一下 我在途方 要去房間 如果沒有走過 收工路 就一定要走 從龜山走萬壽路 以前的 做辦公室 就在 萬壽路 跟茶磚路 的轉角 樓上三樓 當然是你去 沒看到 去 開回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 沒有看到 因為 對面有 很棒 有一次 我在 家裡 就看到 喔 那 蓬房 很大 蓬房很大 糟糕了 沒事沒事沒事 那個蓬房 很大 啊 嚇什麼 對 欸 你們一開始 如果看到這種蓬房 你們會覺得怎麼樣 不是 你們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那個直覺是什麼 臺獨 那真的才有 體育 這樣你才有體育 我第一個看到就覺得 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 組織 我直覺認為是 台獨組織 真的 那時候我就這樣認為啦 因為我們不了解嘛 怎麼會寫 台灣民政府 又那麼大 然後 那時候 在我們以前從小的觀念 就覺得說 這是什麼 對不對 好 我心裡想說 我看這個 這塊蓬房 應該沒多久 就能 聽到 就能聽到 所以說 我這樣看 啊 經過沒多久 經過沒多久 那個我那個 楊俊手啊 就打電話給我 你沒聽過台灣民政府 有有有有 我看過了 我的鞋子很大 這樣啊 他就說 你去上課啊 再說吧 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就直覺上 它是一個危險的標誌啊 就是覺得 然後他當然 他不厭其反一直跟我講 因為他應該 應該也算是有 四人之名 不知道說 這個人 喔 禮拜台灣民政府 應該對台灣民政府 喔 應該有一些 公憲 應該有一些公憲 啊 所以說 他一直在跟我講 他一直在跟我講 叫我進來 那一開始我就用什麼 我在忙 我沒空 好啦 我找時間我才去 蛤 對對對 我相信在座各位 有可能真的有沒有一樣 對 對 對 我以前是沒有太多 那經過那麼久了 不可能有什麼美麗島 只是覺得說 因為當你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會 很怎麼樣 想要去 對 去了解 那各位知道 我是怎麼進來的嗎 我一直拒絕嘛 只是我很軟性的訴求嘛 我沒空 我最近很沒空 我 事情多啦 怎麼做什麼 不然借口一堆啦 一早有一天 我剛才又要來 口氣很嚴厲喔 文龍 我跟妳講 妳如果不想去台灣民政府最好 我跟妳講 別人到這裡有錢 絕糕 說好啦 不要派啦 我這個禮水去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 有沒有 君子唱吉賣炮 再下去那個叫做農術 那就是我 沒有啦 我是丁肖這個朋友啦 因為 他會跟我們講到 那樣 用那麼嚴厲的口氣 在講 就代表他很認真 對不對 很看重 這件事情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就當然就那個禮拜 我是從高級班先上的 因為 我是從高級班先來 那當然是 因為我在平時 我在 在這個各個階層 我就有在上課了 我就有在上課 我就有在上課嘛 那個 所以來的時候 齁 因為通常四字輩齁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那種 沒有啦 我先來想高級班 因為 我在外面 我本身就是 就是教授 我有在講課嘛 我以前是那個 佛光大學的 的講師 這題外話啦 那我也到世界各國去 去演講 那我講的是都有關於 醫學醫療這方面的啦 這是題外話啦 那當然 他叫我來上課 各位 你覺得我會抱什麼心態 看你們在比什麼忙啊 我來上課的時候 就這樣 坐在上課 不要 真的啊 我就是這種態度 就是這種態度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對法理不了解 那也不認為說 你能夠講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可是齁 越聽 越聽 因為我沒有上過初級班嘛 所以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 你知道嗎 有的人想到初級班這樣講 就知道了 我心想 這個時候我又受到挫折你知道嗎 拜託耶 這個人 我記得不知道 就覺得 實在是 真 真害羞 也真 覺得很奇怪就對了 拜託耶 看的啦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理 記得他們的講都知道了 什麼 站臨怎麼樣 怎麼樣 不是啦 贊領怎麼樣 不得怎麼樣 遺傳主權 流亡 怎麼樣 不得就地合法 我跟你說 你們這班是什麼班 初級班對不對 我跟你說 這兩句你一定要記起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移轉主權 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 不得就地合法 我們等一下再來解釋這兩句啦 好不好 然後越聽越聽 我的心慢慢怎麼樣 降伏 欸我覺得怎麼樣 我看到希望 我覺得我看到未來 我覺得透過法理 真正可以讓我們台灣怎麼樣 走出一條路 我跟你說 剛才開始我開始做筆記 我當天就買 新台灣論 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就有分組討論 那時候我來上課 我跟你說 除了那個樣子之外 我又戴口罩 因為我怕 竟然穿那樣感冒 你知道嗎 我戴口罩 不然我看到我什麼人 你知道嗎 當然我緊張了 那我們那時候的 前前州長 以前叫州長 然後在分組討論的時候 我一起來講 在這邊這裡 欸什麼人的 在那裡 快點 給你30秒 30秒沒關掉 變形喔 沒關係啦 慢慢來不要跌倒 慢慢來慢慢來 所以大家都怕被打 不要來講 欸 這個 葡萄牙總統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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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本來澳洲這塊土地 就是到目前為止喔 他又是英國流行的 還是英國女皇的 那 還是英國女皇的 對 那當時候 在英國 只要有犯案的 做監犯科啦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就怎樣 送去怎樣 澳洲 他就送去澳洲 早期是這樣啦 當然如果要更深入做什麼 但是這個不在我們 要談的範圍 只是說你要這樣問 那我們就稍微談一下 因為 未來我們要走的路線 包含加拿大 包含到 澳洲 其實他們的土地 都英國流行的 還有什麼人在贏 澳洲的人在贏 澳洲的人在贏 我們台灣也一樣 台灣這塊土地什麼人的 不可以說日本 要說日本什麼人 日本天皇的 對 還是說在日子世界大前 正牌嘛 正牌之後才把他管理一下怎樣 放棄 對 是這樣齁 哈囉 還有一個 哈囉 還有一個問題 誰說 一個問題是 原先台灣是不是 都國大陸 不可以這樣說 好啦 來 聽我說 不要吵 來 我們從這裡開始來說好不好 好來 我們這位同心有說到這個齁 好 我請教各位 1894年那一年發生什麼事情 甲午戰爭 對 然後那一年發生甲午戰爭 結果北洋軍隊怎麼樣 全軍覆沒 好 在這邊喔 根據戰爭法 兩國戰爭 不管是哪一國要先停戰或停火 最終一道簽訂什麼合約 和平條約 對 所以在1895年的時候 就簽訂一個什麼條約 馬關條約 其實叫做下關啦 因為那在 李鴻章對不對 李鴻章 去跟一個 進日本的地方 一個下關的地方 在那邊簽訂怎麼樣 那個合約 叫做下關條約 那其中 他這個條約 內容是這樣說喔 大清國皇帝陛下 與大日本天皇陛下 所簽訂的合約 其中署名的 將台灣 澎湖 以及周邊的島嶼 永久 聽到喔 英軍永久 讓於 日本天皇 就是擱讓 永久擱讓的意思 好 在這邊喔 各位請看到第一個 你先看到這個 目前我們台灣 三星很大的問題 是什麼問題 包括很多教授 包括很多他們給我們那些 不當的訊息 錯誤的歷史 都在跟我們說 台灣跟目前 又是怎麼樣 殖民地 完全錯誤 完全錯誤 你看 我們先看到 這個領土喔 根據戰爭法 根據國際法 根據戰爭法 只有殖民地 拓殖地 可以怎麼樣 隔讓 領土怎麼樣 不可以隔讓 當時候 1895年的時候 簽訂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除了台灣跟澎湖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叫什麼 遼東半島 可是後來遼東半島 有沒有再歸還給中國 為什麼 他是故意的領土 所以 故有的領土 不可以隔讓 所以後來 中國又賠錢給日本天皇 沒有日本 日本這樣做什麼 遼東半島 就早期的奉天 就現在的東三省 再把他怎麼樣 還給中國 這樣了解不 所以說 當初是在一百九五年 台灣 平和他周圍的這些列島 其實就是拓殖地 就拓殖地而已 比如說在整個西半部 在整個西半部 在整個西半部 在這裡 只有這裡 只有這裡 整個西半部這邊 台灣是不是這邊還有一塊 是不是這邊都沒去 不是沒去 是怎麼 那些地方 不適合怎麼 台青帝國的 台青帝國只有這塊而已 只有這塊而已 我們再看上面這裡 以領土來講 在整個主權裡面 他有主權義務 跟主權權利 以領土來講 他是先有主權的義務 再有主權的權利 因為主權的義務 就是那個保障的 人民的幸福 安全 所以說你看喔 在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喔 有沒有 日本是不是放棄了 在一八九五年的時候 不是啊 那個大清帝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講到的是二次大戰以後喔 可是他主權的義務怎麼樣 依然存在 所以說 台灣這塊土地 以外是什麼人的 日本天皇的 我跟你說 這樣說有可能怎麼會不清楚 我們最後面再來講這個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不好 我們先看到這個喔 你看喔 在整個 本來只有這邊一點點而已嘛 對不對 這邊都是屬於什麼 高砂 平埔族的 高砂跟平埔族的 經過十年的主權建構 為什麼要主權建構 因為要征服 因為一開始 日本皇帝也例如說 應該是幾個 幾個 台灣全都嘛 結果來到這裡發現說 不是啊 他們只有 青條跟占這裡而已 村的都是什麼 都這些一些高砂的 平埔族的 他們這些人的土地嘛 啊你 我原本在這裡生活好好的啊 你平常要來幫我占 我會怎麼樣 我會不會反抗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什麼 物色事件 所謂的賽德克巴萊 有沒有 對他們對孔嘛 你看喔 日本最精銳有五個師喔 他派出兩個師 來征服台灣喔 所以你看 我們的祖先有用嗎 用啊 我跟你說 他用其中一個書喔 去東北奉天啊 三個月就打掉他了 你知道東三省多大啊 你就知道說 你看我們的祖先啊 看看用 用10年的時間喔 把這個主權怎麼樣 建構 征服啦 征服整個高砂 跟我們平埔族的祖先 好 在1937年的4月1號 那一年才實施什麼 黃明化 有那天開始 我們叫黑什麼 黑公立義 我們叫黑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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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黑公立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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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麼 我們叫黑公立的祖先 陳天皇 頒布民治憲法 這個憲法 實施在台灣跟澎湖 就是說 從這天開始 我們叫黑公立的祖先 台灣跟澎湖 就是 大日本地國的內地延伸 從那天開始 我們就是 日本人 我們就是黃明 怎麼樣 後裔 1945年 這個造書啊 這個造書啊 所以你看喔 在1945年4月1號以前 是用什麼 這寫什麼卷 台灣銀行卷 對不對 你看喔 1945年4月1號以前 是用台灣銀行卷 1945年4月1號用什麼 什麼銀行卷 日本銀行卷 有沒有 我這裡很清楚 我跟你說 這就是 緊固國政法 如何怎麼樣 從殖民地 一直到主權的建構 它是有一系列的 它有時間的 它是有條件的 日本天皇就是這樣 建構主權的 所以 我們以前沒有聽過 軍夫嗎 1945年4月1號前 去做旁的叫軍夫 軍夫不可以拿錢 可以做一些火黃兵 做一些怕 什麼打雜的 這些工作 1945年4月1號 就變什麼 國軍喔 所以說我們 我們每年的八月十五 都去日本的建國神社 做什麼動作 衛靈 我們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祖先 在靖國神社 我請教各位 我們若不是皇民後裔 我們若不是日本人 我們若有可能 進去建國神社 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直接 換這句話來講 你若不是中國人 你若不是對中國有抗憲 你若有可能進去中列池 不可能嘛 因為中列池就是 你要中國人 死後 要進去的地方嘛 有了解嗎 我們剛剛不是談到嗎 占領怎麼樣 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不得怎麼樣 就地合法 大日本帝國 經過十年 的建構主權 他有隨時 我們本土台灣人 馬上給他幾月 做什麼 反眠 沒有啊 他來的時候 你看喔 1895年生效 和選擇怎麼樣 要離開 還是說 在法定的期限 就是什麼 兩年 簽訂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是在1895年的5月8號 經過兩年的什麼 思考期 這兩年當中 你可以選擇 把你原有的財產變賣 然後回到怎麼樣 大清帝國 你若經過兩年以後 你若沒有離開 等同什麼 你願意留下來當什麼 當日本人 當皇民 這樣清楚嗎 可是喔 蔣介石 他一樣來這裡台灣喔 他有做這個動作 沒有耶 他在那一九四六年 一月十二日日 用一則行政命令 我如果沒記錯啦 我如果沒記錯啦 截 截 一二三的三喔 國字 截參字號 397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啦 這不是重點喔 把它怎麼樣 把它全部規劃為什麼 中華民國 的什麼 國民 而且他這邊有想喔 恢復為什麼 原國籍 我親告訴你很故意 我們自國以來 我們當時 有拿過中華民國國籍 中華民國 在幾年幾月成立 1911年的10月 的1月1號 10月1號 10月1號 成立對不對 王威什麼 1949年嘛 好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這張 好 我有叫 陳陽把我 那個 弄進去喔 可是他 他沒有把我弄進去 所以這邊看不到 我有兩張要給你們看 就是說 在194年 不知道3月還是2月 中華民國 發給 當地他們 中華民國國民 的護照 他就說了 他要來什麼地方 要來日本國 台北州 要來日本國台北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用一個叫做 處 漢奸的處置條例 可是呢 不包含怎麼樣 台澎地區 我這有資料 結果 我們中央辦公廳 應該沒有把我弄進去 應該沒有把我弄進去 因為我剛剛有在看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這就是 在整個國際戰爭法的原則下 佔領怎麼樣 不得移轉主權 當時候 美國 跟英國 都提出很強烈的抗議 說你這樣是怎麼樣 違反到什麼 國際法 違反到政政法 結果 政府跟他講 一時的管理方便 因為 因為他的一時管理方便 導致我們本土台灣人 七十年來怎麼樣 沒有國籍 你這在那 兩千空九年的四月七七 我們高贏美國 美國的高頂法年 所做的高頂破關 有沒有 我們2006年10月24號 向美國提告 在2009年的4月7號 高等法院做出五項判決 第一項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第二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什麼 政府 第三個 本土台灣人 依然生活在什麼 政治戀獄當中 什麼叫政治戀獄 就在說什麼 我們的選舉 我請教各位 我們之前拿的是 中華民國的什麼 國民身分證 對不對 我請教這位同心 在美國 我 我 假設我持有綠卡 可不可以選舉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只有公民 才有選舉權 才有被選舉權 才有參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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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講錯 結果 結果 我們是 一直在選舉 選舉 各位 我們怎麼知道 民進黨 是什麼人開放的 對 民進黨就是獎金國開放的 他當時候在申請的時候 我跟你說喔 他們只要做飯店 要成立大會 在當時那個年代啊 各位 哪一個敢 哪一家飯店敢成租給黨外人士 後來獎金國 才開放 雲山飯店 可是各位 難道這是獎金國的德政嗎 不是耶 為什麼 他要企圖怎麼樣 永久佔領台灣 因為美國 說你不能一黨獨大 這是有陰謀的耶 你看喔 每次只要一選舉 就怎麼樣 在撕裂怎麼樣 本土台灣人 就在做什麼 撕裂族群的動作 我請教授做各位喔 全世界 有什麼 對一個地方 對一個國家 比選人 不管選條 選條 哪有錢人拿 就像台灣而已 還像中華民國而已 一票三十塊 政黨補出票五十 可以拿四年 所以說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啊 你看不懂 我們要倒一票 我們就為我們的苦茶了 拿四年的錢給人 這個叫做什麼 政治戀獄 第四點 台灣跟澎湖 依然是在美國的軍事佔領當中 這是美國 美國肯定歡迎 做法的破關喔 第五點 美國的行政單位 必須無條件 協助 原告 完成人權的訴求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灣 是一個 是不是 被占領的地方 對不對 被占領的地方 占領國 他就必須要 發佈當地人民 尊於他們自己的新聞證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在 申辦怎麼樣 屬於我們本土台灣人的 公民身分證 對不對 這個是符合國際法 符合戰爭法的啊 第二個 這個 你占領國 他要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主權 導致的國家嘛 不是主權導致的國家 這樣不可以發行課照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必須 拿什麼 旅行證件 可是你看我們幾十年來都在拿什麼東西 可是你看我們幾十年來都在拿什麼東西 我們是不是都拿這張 綠色的 對不對 綠色代表什麼 難民護照 在整個戰爭法規定喔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他的護照持有顏色只有三種 有兩種 藍色 藍色 深藍色 紅色跟棗紅色 租款導致的國家 他負責這三種性而已 如果你是流亡政府 你的主權不完整 你就只能夠拿綠色護照 然後 比如說我們 所以有什麼 我們出國去 都會被刁難 都會被刁難 為什麼會被刁難 因為一看就知道 你是難民 在東南裡 一些比較大三個國家 就要怎樣 要錢 要做什麼 都會被刁難 都會被刁難 那你看喔 你如果拿這張 你拿這一張喔 有沒有 是不是中華民國身分證 你就要拿這一個 你拿這一張 就等同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就等同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那這張旅行證件 等同什麼 美國護照 所以說未來 我們去全世界 194個國家 都可以怎樣 不用簽證 都可以免簽證 所以說我們還沒辦 還沒辦身分證的 要趕快辦 包含我們剛剛談到的 比如說嬰幼兒 這些都可以辦 好 這些都可以辦 我們還看到這裡齁 你看 我們在1945年4月的車 在萬國共和國的原著家 這個土地的租款 就像什麼人的 日本天皇 所以說我們就是什麼 標準的什麼 那 洪民 這個是天皇造書嘛 可是 在整個1946年1月12號 我們被強行怎麼樣 改變國籍啊 所以 華民現身流亡政權 需要離開 就說現在 現在這個怎樣 中華民國 因為怎樣 流亡政府 不得怎麼樣 就地合法 那怎麼樣證明他們是流亡政府 我請教各位 我們出國比賽的時候 都用什麼 中華台北 對不對 中華台北嘛 英文是什麼 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怎麼樣 在台北 所以簡稱什麼 中華台北 那我請教各位喔 他為什麼不用中華台灣 或者中華澎湖 為什麼 因為 在整個 在整個國際法 戰爭法 的規範下 什麼叫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的定義就是 離開他固有的領土 離開他固有的領土 去到 他國的 地方 的地區啊 去到他國 的一個地區 叫做什麼 流亡政府 比如說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到台北 所以他在 叫做中華台北 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到哪裡 印度的德蘭沙 只是印度的其中一個地方而已 地區而已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叫做什麼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這在 國際法 在政政法裡面 它規定到什麼 很清楚 之前是不是 在 我請教各位 我們這裡有做兵的 有做兵的 台北都有嘛 請放下 以前我們不是都要什麼 戴帽子要什麼 帽灰 對不對 所謂他們稱之為國灰 對不對 喔 這是不對喔 怎麼說呢 來 我們看到這裡 嗯 還是在上面 國旗國灰法 喔 這裡 我跟你說 有看到這支嗎 有沒有看到 這支這裡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旗 他就是什麼 武色旗 他武色旗 早期中華民國 只有海軍 跟陸軍 他沒有空軍 所以他只有怎麼樣 海軍的軍旗 跟陸軍的軍旗 在 在 1950年 那一年發生什麼事情 寒戰 其實 在1950年 你進行 是不是 這個國民黨 來到台灣 做到很多 整個讓天怒人怨 不得原諒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美國 就要用強行用武力 要把 那個 那個 國民黨趕走 只是 在1950年 那一年 發生寒戰 才去救到什麼 太快救 才救到太快救 然後在1953年 7月27號 寒戰結束嘛 所以 當時候 在19 194 我們1945 1945年8月15號 是不是日本 天皇無條件投降 然後9月2號 遞送什麼 受祥書 那個時候叫做什麼 分配占領 了解嗎 我們看到這邊 我這邊跟你解釋一下 這邊可能稍微 有比較那個一點 好 早期在日本天皇 就 大日本 帝國 他的領土 包含 這麼多 包含這麼多 底下這邊 全部都是誰的 都什麼人的 都日本天皇的 對 包含就是 蘇俄 北方四島 在韓國旁邊的主島 又稱為獨島 在整個 那個 南海 所謂西沙群島 那個 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又稱為南沙 東沙的地方 還有一個什麼 台灣 當時候 二戰以後 二戰以後 1945年的9月2號 是不是簽訂說 那個 那個 受降書 接受日軍投降嗎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 叫做怎麼樣 分配占領 一種 北方四島 分配給誰去占領 蘇俄 因為靠近蘇俄嘛 他就在北方四島 就在 北海道 再往上一點點 靠近蘇俄的地方 在北方四島 然後因為靠近 韓國 的地方 就分配給誰占領 韓國 那當然這個地方 這兩個是無人島 所以他們當然這個就 就放下了 因為沒有人嘛 不用不用去分配占領嘛 台灣呢 分配給誰 對 蔣介石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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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怎麼 代替怎麼 美國 來怎麼 占領台灣 並不 他說他是來擁有台灣喔 他是代替美國 來做什麼 從分配占領 到1953年 以後 就變成什麼 代理占領 代理占領 那這個地方呢 北海道 本桌四國九州 美國 這次去秦州 去占領 包含 琉球 就是沖縄 後來是交給 那個 聯合國托管 後來又把它交給 又交給美國怎麼樣 托管 所以在1975年的6月15號 回歸之前呢 琉球 住在琉球的百姓 是不是都日本人 可是你看喔 他要進出喔 哪怕是他要到日本本島去喔 他都必須拿誰的 政見 美國的旅行政見 那你看喔 當時候琉球 當時候的琉球 跟台灣 的法理地位 是不是都一樣 都被佔領啊 只是一個是美國佔領 那一個是怎麼樣 被流亡中華民國 可是咧 我們的廟文 查一下 我們的廟文 查一下 我們的廟文 這也有說到喔 你看喔 1952年 外交部長葉公超 向立法院解釋 就新安和平條約 他並沒有將 所謂的台灣 澎湖 以及周邊的獵島 歸還給誰 中國 當然是 一年 所以昨天立法院也有質疑說 這個中日合約 到底 是什麼東西 是在說什麼話 他也會回答 他說喔 書師兄 這兩個地方正有我們控制 可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使他們不屬於我們 你都知道嘛 他是屬於誰的 日本天皇的 那只是說 在整個二戰以後 簽訂了什麼 多邊條約 就是說日本 對什麼 對幾個國家 五十一個國家 可是大時候 在簽訂的時候 有四十八個國家 其中三個國家沒有簽訂 哪三個 蘇俄 還有呢 中國 還有呢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當時候 因為什麼 他們倆 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他們有沒有參與二戰 他們沒有參與 離除世界大戰 有的話 他們一定會簽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可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並沒有這三個國家 蘇俄不簽 是因為他覺得 分配不均 不公平 他不要 那 流亡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當時候 他們是 國共內戰 最近 他們連戰是不是 起到 起到那個 接受鳳凰衛士 有沒有 他們說到什麼 國民黨跟共產黨 怎麼樣 共同抗日 國民黨在前線抗日 共產黨在後方抗日 他們做好笑 什麼叫做 後方抗日 渣東西 現在就是去讓 日本人打到 跑去哪裡 四川重慶 1941年 12月7號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日本 所謂的 怎麼樣 應該是 齊襲珍珠港 齊襲啊 因為 在經過政政法 有說到喔 我要跟你打 一定要怎麼樣 宣戰 然後他利用時差的關係 我有跟你宣戰 不過呢 我嫁回家跟你打 所以說 美國對外說 叫做託襲 其實那是什麼 是齊襲啦 齊襲啦 齊襲啦 那你看喔 12月7號 他去怕珍珠港嘛 12月8號 美國國會怎麼樣 對日宣戰 12月9號咧 蔣介石 再探出頭來 我也對日宣戰 有點太好笑嗎 那不是很好笑嗎 他已經去用 哪 去比他在那 四川 重慶耶 他有什麼 抓到事外 去對日宣戰 而且 在當時那個 那個時 那個時機喔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他咧 還有誰 中華民國的 第一任大總統 是誰 中華民國國父是誰 是誰 比較大聲的 孫中山對不對 對不對 對個 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是誰 袁世凱 對 孫中山只是在 黃花崗起義而已喔 他 韓伯那一段關係都沒有喔 真的 中華民國的國父 是 袁世凱 第二任大總統是誰 李中仁啊 而且 在當時那個時候 在整個滿洲國 他們說 叫做為滿洲國有沒有 其實那時候還有汪精衛的政權 所以說他在中華民國 就三個政權 喔 第二次接受編情 慢慢來 慢慢來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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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喔 那時候有蔣介石 所以說 認真說 怎麼說 也輪不到蔣介石啦 蔣介石 他是賣了才來台灣對不對 要用一個叫什麼名義 叫復刑事事 什麼叫復刑事事 什麼叫復刑事事 我重新 又出來 的意思嘛 我問我下爺 我現在又出來 看到鬼 那個時候的 總統什麼人 李中仁耶 如果李中仁沒來這裡 是去美國嘛 所以 怎麼樣 也輪不到 他是走路 沒辦法 才來台灣啦 可是 你知道 當時他來台灣的時候 是什麼人 什麼人 帶來的 是美國帶來的啊 他用軍艦 這將他們兩百萬人的軍民 帶過來啊 當時候 他做一個很優秀的事 我們是不是剛好說到北方四島 當時北方四島 有帶一萬七千幾個 的日本人 我跟你說 後來是不是分配給蘇俄佔領 對不對 蘇俄就要用軍艦 將一萬七千幾人喔 怎麼樣 把他帶走 把他帶回日本 當作無人島 因為 緊固到國際法 緊固到政政法 他怎麼 叫做先戰原則 他把他當作無人島 要綵領 我要各位報告 今次就 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一樣要做這個動作 他要求 美國 用軍艦 將 當時的奔土人 有六百幾萬人 有六百幾萬人喔 全部怎麼 再造 全部再造 你想你如果是美國 你要怎麼說 一定不可能啊 我以前用四十隻的軍艦 把你們載來 就已經載到不去 你現在還叫我用 全部六百幾萬人的 本土黨人再造 你看 有可能 不可能啊 所以說 我們主以前 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說怎麼 今次就是怎麼 世界的什麼人 對不對 民族的什麼 救星 對不對 他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貢獻 你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貢獻 有啊 就太很多人 這樣啊 被列為第三大 世界三大 殺人魔王 他擺第三 看不到啊 就是這樣子啊 好 那個 蛤 不是他殺的 是他下令殺的 嘿 日禮拜 他叫二十一師 二十一師 齁 在那三個 七八 在雞人 齁 在雞人 六順 又在高雄 碰三十的人 二十一師 從高雄 跟基隆 直接 上岸 上岸之後 他不分青紅照白喔 就用機槍掃射 就用機槍掃射 當時候整個 基隆港 整個高雄港 遍布的什麼 碼頭工人 遍布苦力 對不對 六順之後 我跟你說 穿機關上開始打 請說 這是二十八 二十八是在 二月二十八號嘛 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八號 發生 整個 因為販賣失焉 在延平北路 叫做一個 婦人 叫做林江麥 林江麥 林甘麥 因為販賣失焉 被茶器失焉 的這些 一個警察 那要把他 不只要沒收他的焉喔 還沒收他的錢 因為他這個 這個林江麥 這個林甘麥 是一個寡婦 當然是他把他擠下去 給他 因為你 你把他煙沒收就好了 你連我的錢 就把他 搶走去 我餵四個孩子 因為他有四個小孩 怎麼辦 他 哭著 跪著求他 我跟你說 他用槍喔 把他頭打破 當然血流逐住 就昏倒 當然是 在整個那時候的 沿平北路七段 很多在做生意 圓緩的地方 大家村情激憤 你 幹嘛 出手傷人 大人就 開始在那邊起哄 就跑 跑的時候很淡 那時候我們 百姓都追 我跟你說 他就直接開槍 剛好有一個 小蛋 他在二樓探討出來看 叫他榴彈打死 所以從那個開始 才引發 整個所謂的 二二八事變 那時候 我們 其實經過整個 日本的統治 其實台灣是很有制度的 我們有很多 有制度 我們的水準也都很高 所以後來有組織一個 所謂的 叫做自衛隊 自衛隊不是要反抗他們喔 是怎麼樣 維持治安 要把這些治安啊 國民啊 要處理好 當時候 那時候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就是陳儀 陳儀就發個電報 跟蔣介石講 台灣百姓動亂 反叛 當然那個時候 也有人跟蔣介石說 事情不太嚴重 因為到3月的時候 其實這事件已經怎麼樣 平息下來了 平平息下來了 可是呢 蔣介石不聽 他他叫二十個輸 在家人 在高雄 同時 時間到了 在3月8號一天 直接下船 開始掃舌 啊不然覺得說這樣 太過浪費慶祭 又把人抓來 五個一關 十個一關 有的是蹭後腳筋 從腳後跟啊 穿過去是不是你跑不掉 你很痛啊 就站在什麼 基隆港 沿岸 就位置就先開槍 比如說排一排在這邊嘛 我這個從後面槍打到 他會往前倒對不對 啊是不是吉他膏的 怎麼 就拖拖下去了 啊不就是怎麼 手 啊從這裡 放過 啊放過之後 啊 從來把他抗爭一人 哪像馬桑這樣 啊從來扯在海人 所以隔天的整個基隆港 他會幫你抬死 女婦會比較漂亮 做什麼動作 就做那個禽獸的行為 東西幫你唱 像我啊 這位童心你掛手指 不錯 他不會這樣幫你放耶 我跟你說 警察鋪掉 手幫你鋪掉 像你掛這腳 那像象牙的 手就幫你鋪掉 幫你拿掉 這兩天有看到鋼書 看到228被槍斃的 還拿刺刀在掛 那種情形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不然明天可能會看得到 因為時間到了 沒有辦法弄給各位看 後來我才知道說 為什麼他會拿刺刀把你刺死 為什麼 因為他們去到學校 去到一個高中 高中是不是有女婦 女婦是不是都老頭髮 他只要被頭髮拿著 有喔 只要被頭髮彈出來 二樓三樓寫下來 當然頭髮拿著去 是不是隨死 那你如果腳踩 擺斷去 沒隨死的 他們會罵 他們會罵中國豬啊 中國豬啊 所以他們就拿刺刀 怎麼樣 把你刺死 那針對高中男生 生殖器割掉 這就是怎樣 請你解救 所以我們生殖器說 喔 天啊都要立正站好 不然站好 我到現在想起來 就覺得很噁心啊 包含 鄭成功 我們以前看誰說 鄭成功是什麼 民族什麼 英雄 英雄對不對 對一個 鄭成功對我們大家有什麼貢獻 怎麼說貢獻啊 你對我們有什麼貢獻 有啦 大量屠殺 怎麼樣 本土台灣人 那你怎麼也沒有 鄭成功 小人啊 也有人在拜 很少的啊 鄭成功他們爸叫什麼人 鄭之龍啊 鄭之龍嚴詩齊就是怎麼 發跡於福建沿海啊 那就是海盜啊 他們老爸就是海盜啊 鄭成功 他用2600問的紅衣大炮啊 對不對 直接在粉福建 直接啊哪 不分青紅照白 人家說兩國宣戰是 軍隊跟軍隊 國家跟國家呢 他殺在黑白龍呢 沒辦法 河南人才能夠撤軍啊 他到整個台灣來之後 把我們的祖先啊哪 全無關照 他要佔土地嘛 這就是鄭成功 這就是鄭成功 我們以前說的民族 民族 民族英雄啊 對啊 世界偉人啊 民族的燈塔 民族救星啊 我每回想都覺得想要討 明明就是在殺人魔王 你就這樣歌功送得 他死的時候 他死的時候 我們就要 披麻代笑 等著哭 那真的 如果沒有錢照 他還要編師 這個啊 因為時間到了 什麼 對 對 那不是他 那是另外一個性人 過世去 沒有啦 我知道啦 當一天有沒有 逃風落後 是有另外一個性人事 含相關照 沒有關係 如果有機會我才說給你們聽 同一天 所以你們說是他 那不是他啦 他沒那麼偉大啦 我跟你說 還有一件做夭壽的事 1942年 整個河南省大漢 餓死三百萬人 他一樣要 整個河南省 要叫出三百萬彈的軍糧 這沒有機會 有機會說給你們聽 因為時間超過了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